你使手段算计本王娶你也就罢了 新婚宴闹着玄良自尽 让本王跟着你在京都再次出名 不就是想让本王宠幸你 滚吧 本王不想再看见你 真是个傻子 又黑又胖又丑 这穿越完的有点大呀 六年后 阿娘 外面怎么那么热呢 温宇 下来 热闹也不关咱们的事 王爷今日迎娶侧妃 侧妃贤良舒雅菩萨心肠 特请王爷 恩准王妃去前厅吃杯喜酒 王妃 醒发 恭喜王爷抱得美人归 我就不去了 这是王爷的命令 王妃还是掂量着点 她又肥又丑 心思奸恶歹毒 你拜她做什么 姐姐是郑妃 我过门 理应给姐姐敬茶 许头冷笑 郑妃又如何 听闻她壮瘦如牛 黑如木炭 又肥又丑 还被王爷如此嫌恶 今日当众羞辱她一番 将来还不是要被我踩在脚下 王妃到 听闻侧妃要给我这个主母敬茶 来吧 姐姐若不喜欢我 不接这茶就是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温姐 你这毒妇被关六年 还肯如此怠惰 你笑什么 我笑侧妃妹妹好计策 更向王爷偏心 明明是妹妹敬茶没端稳 当众失礼 反倒赖我 再者 这茶你是敬于我喝的 这么烫 你是想烫死我 我若不喝 你是不是要向王爷 告我羞辱你 姐姐误会 我岂敢 妹妹别慌 虽然你规矩不好 但既然王爷喜欢 我自然也会接纳你 哇 水晶肘的粉蒸馅 莲花鸭 香罗茶 谁家的小孩 这么不懂规矩 你家长辈呢 谁带你来的 这小孩如此无礼 必定缺乏管教 子不将父之苦 叫爹来道歉 我没爹 我是我娘生的 要刺客 保护王爷 好险 阿娘怕他们 我可不怕 你想让那个穿嫁衣的女人 做你的后娘吗 如果想呢 你就还往前面跑 我不要后娘 我只要阿娘 那个女人坏 他打你了 没有 但他笑话我没爹 没有就没有呗 我已经惩罚他了 让他下次还乱说 哼 你怎么惩罚他的 我新配的药 让他认识效果 好痕啊 侧妃这是敏证 须得用药 外服内用 要忌口 更要 忌防止 王爷 我平日里都好好的 怎么今日突然发病 还请王爷为我做主啊 你好胜休息 既然太医说了忌讳 咱们来日方长 是不是施语 得罪了姐姐 你也别胡思乱想 等太医查明原由 本王自会给你交代 你是谁家小孩 怎么在这儿 大胆猫嘴 敢闯我乌桶院 小爷可不是吃素的 银针风血 谁叫你的招数 我才不告诉你 是我娘教的 你娘是谁 你不说 我去问温锦 小包子是温锦的孩子 你几岁了 叫什么名字 你爹是谁 我没有爹 我爹死了 你跟那个坏女人 是一伙的 不知王爷 深夜利临 是礼了 本王有话吧你 夜深了 王爷不陪着侧妃 到这儿来不合适吧 有什么话 白日再问吧 当年你用尽手段 爬上本王床榻 可是热情得很 怎么 如今学会 欲据还迎了 六年的修身养性 臣妾改过自新了 少废话 这里是怀王府 本王想去那就去哪 不许欺负我娘 文玉 别闹 这位是怀王爷 不可对王爷不敬 请王爷安 王爷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小儿吧 阿娘 我饿了 你是怎么当娘的 你不要欺负女人 有什么话跟我谈吧 你凭什么跟我谈 你可打不过我 那是因为我现在小 等我长大了 你就老了 你打不过我 不如你跟我走 我给你请最厉害的师父 教你功夫 你功夫好了 自然就能保护 你想保护的人 不行 我不能离开阿娘 阿娘一个人住在这里 生我的时候 身边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 但后门的阿婆们都说 这不是为了我 她可能早就活不下去了 你好歹也是王妃 就让她明目张大喊你娘 像话吗 人前就让她叫你姑母吧 就说是你娘家那边的亲切 若有人怀疑 本王也会替你周延 阿娘 她说的对 人前你叫我姑母 这样既能保护你 也能保护阿娘 成吗 哦 连婚夜 怀王不陪她 跑去找王妃 叫她怒从心声 子凌 此事办得漂亮点 我重重有赏 姑母 救我 听说这是王妃院里的孩子 有屁快放 不知姐姐这里有小孩子 也没提前准备个见面礼 我回去就准备 只是小孩子拿的那支玉镯 是我阿娘传给我的 意义非凡 还请姐姐还给我吧 此事我就不追究了 谁拿她桌子了 小爷见都没见过 我出去留我 那恶婆子抓住小爷 在小爷身上一头乱摸 摸不出东西 就说小爷给藏起来了 放屁 小爷才不喜欢你们的东西 我怎么教你的 不要跟傻的生气 会变傻的 没拿就是没拿 你手上干净 心里也干干净净 那些身在污泥中的人 会想尽一切办法抹黑你 就像把你变得跟他一样 污秽肮脏 恶愁不堪 你生气 就上当了 嗯 我没拿 不生气 就不会变臭了 再告诉你们一遍 我没拿 听见了 姐姐 你这样会教坏小孩子的 你打我 给你脸 让你叫一声姐姐 你不怪是个妾 妾是什么玩意儿 轮得到你在我这指手画脚 我打你是因为 你竟然算计到 一个小孩的身上 这么多大人 欺负一个小孩 你不觉得羞耻吗 你在谋算什么 在和我争宠吗 袁董王爷的宠爱 全是你一个人的 你根本不必争 但是在你开始争的那一刻 你 已经输了 富贝 王爷来了 姐姐 卓子你若喜欢 就难去 只是 孩子年纪小 不当教唆他 行着偷鸡摸狗的事 这样会毁了他一辈子的呀 这丫鬟 是你自己处理了 还是本王给你处理了 紫玲 你这丫鬟私自行事 胆大妄为 我身边是容不得你了 你去送家的庄子上 做个粗食丫鬟吧 哼 女儿还真是仁慈 主子过于仁义 赏罚不明 也难管奴大欺主 这丫鬟大小 随我一起长大 虽是奴才 却情同姐妹 今日他犯了糊涂 切身 却不落人 你的丫鬟 你说了算 约吃好你的人 没事 别去梧桐院 阿娘 我错了 你打我吧 错哪了 我不该跑出去玩 给阿娘惹祸事 这你就说错了 今日的祸事 不是你惹来的 是他故意找上门 人有争夺之心 就会害怕 他害怕了 才会上门挑衅 我们不怕 所以随他怎么蹦他 阿娘不怪我 你没做错事 我怪你什么呀 如果下次 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叫人随意欺负了你 我就奖励你 红烧井里怎么样 那怀王爷也太坏太糊涂了 我们不要住在怀王府了 人非圣贤 难免有一页账目的时候 如果我和别人打起来了 你帮谁 我当然帮阿娘 对啊 他也一样啊 那侧妃是他新娶的娇妻 他自然会帮侧妃的 但你瞧最后 他知道自己理亏了 不是带着侧妃走了吗 这就算认错了 一个大男人 就是堂堂王爷 有认错的胸怀 就可以称之为大丈夫 六年不见 这温锦 倒叫他刮目相看 北王问你们 梧桐院究竟何年何月 多了个孩子 又是哪里来的那么多花花草草 厨房里的肉蛋菜是怎么送进去的 看见了没 谁先交代就赏给他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他就不信 问不出他想要的答案 没人肯说 谁若是能说清楚 本王就把他调到书房院里来当差 这可是直接提拔 面见主上的机会多了 各种升迁 收礼 拿好处的机会 也多不胜数 那梧桐院的孩子 是什么时候有的 怎么有的 王爷 老奴虽是下等奴才 但王妃带奴才们补薄 王妃把我们当人看 王妃的日子 才不像是人过的 你问那孩子 当年王妃生产之际 前后门紧闭 没一个人敢进去帮她 女人生产 犹如过鬼门关 王妃是冒死生下那孩子 她一个人生产 一个人捡了旗带 一个人带孩子做月子 她是从鬼门关里爬出来的 大胆奴才 你数落谁呢 什么都问不出 小雨晨摆手让他们退下 你们记住那孩子 是温锦娘家的亲戚 管她叫姑母 懂了 禀王妃 王爷近日怀疑了 教了奴才们去问话 不过王妃放心 奴才们什么都没说 王妃大恩 奴才们就是豁出这条命去 也不会出卖您 多谢常嬷嬷 常说的腿好了吗 冬病下治 如今正是根治腿疼的好时候 这两贴膏药给常说贴上 一贴半个月 两贴就能彻底治好了 王妃真是菩萨心肠 没人看得起我们这些卑贱奴才 王妃却给我们治病开药 若不是王妃 我家小孙儿三年前就 没了 王妃大恩大德 老婆子我这辈子也还不起 下辈子给王妃当牛做马 常嬷嬷别这么说 若不是你们照应 我也活不下去 咱们都是一样的人 谁还看不起谁啊 王妃好人必有好报 此日一大早 侧妃宋施宇带着好些奇珍异宝 大摇大摆地回了娘家 三日回门 原本是郑妃才有的待遇 但谁叫王妃宠她呢 她不但要回门 还要大张旗鼓地回 温锦嫁妆里那些好东西 正好可以给她撑场面 让她家里的姐妹 堂姐妹 神母姨娘们 也都好好开开眼界 衣服上下人都在嘀咕什么呢 怎么说你挪用了王妃的嫁妆 表兄你普至于吧 你有识意 封地赏赐不断 怎么会缺钱呢 莫妃是养的红颜知己太多 若是手头紧的话 表弟支援你一些 用女人的嫁妆 脸上无光啊 莫说我没养 我就是养了 还能养不起 你必是听错了 你去问问 我昨日就见府上下人不对劲 什么挪用嫁妆 温室又在耍什么花招啊 回禀王爷 昨日管家叫人 把王妃的嫁妆抬去梧桐院 王妃大开院门 敞开所有嫁妆 任凭下人随意拿去 下人们进去一看 那120台嫁妆 进一些破布 就木头 什么珊瑚珠宝 都是石头 下人们都说 也不知是当年的温家 糊弄了王府 还是王爷您 这是被谁给掉了包吧 王妃这法子也是妙啊 本王叫你去办 谁叫你交给侧妃的 现在立刻马上 给本王把嫁妆换回去 一样也不许错 启禀王爷 换不回去了 侧妃 今日已经带了好些名贵之物 往娘家回门去了 取查清楚啊 少了的从本王库房里拿出来补上 东西补不上的 赵家赔双倍的银子 你亲自去办 再出差池 本王仗毙了你 是 谢王爷 高门大户 少不了内宅的阿扎事 表哥府上人口简单 比沈家好多了 哎 家丑不外扬 我今日什么也没听见 府上忠愧 不必交于侧妃管 内外院库房账策 管理一切照旧 另外 侧妃回来之后 叫他在丁兰院闭门思过 半个月不得踏出丁兰院 请王爷安 多谢王爷把嫁妆如书归还 先前对您多有误解 是我小人之心了 这箱给您赔礼 玉儿五岁多了 还没有出过府 明日我想带他去外头转转 我也有六年 没有见过外头的样子了 准了 若是嫌不够 再去账房上支些 谢王爷 请王爷来 就说我病了 侧妃还是先忍一忍吧 听闻近日王爷 在沈家世子面前丢了脸 如今还在气头上 等王爷气消了 自然就解了侧妃的禁足 何必现在去除王爷的眉头呢 我真是你 公子 是我一半 公子路见不平 拔腿相助 我都没来得及道谢了 你就走了 今日我请客 公子万万不要推辞 沈怀的视线不轻易略过他的脸 出手 那么厉害 没想到竟是魏小姐 沈某眼镯 怎么看出来的 我扮得不像吗 很像 但是沈某家里姐妹多 细看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亏见全貌 才晓得 他以前留恋的花丛 全是雍之俗粉 表哥还没用饭吧 坐下一起 这位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 若不是他伸手矫健 及时相助 我娘留给我的玉佩 今日可就保不住了 丑人多作怪 沈怀不明所以 一个人说的热闹 我 我 我想如此 我带你去 我知道什么是心动的感觉了 这世上真有一见钟情 你信吗 他出手逮那恶贼的时候 已经照我经验了 你不能喜欢他 你自己娶了正妃又纳侧妃 心里还藏着一味 闭嘴 没有的事在这里捕风捉影 败坏人名声 怎么像女人一样嘴碎 哦 我明白了 表哥以为他真是男人 他是女扮男装 我可没有龙阳之号 是女人你也不能喜欢 你怎知他还没嫁人 他看着还年幼 表哥 你不是跟我爹一直劝我 男人先成家再立业 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正心动的人 我是过来人 他为你追回了你娘的遗物 你才动心 这叫报恩不是喜欢 你堂堂宣王府世子 还不至于为了这点事 就以身相许 再说他相貌丑陋 如何能配得上你这般奸家御术 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呢 沈淮无语了 兄弟俩等了一阵子 却不见温锦母子回来 沈淮叫了小二来问 却被告知人已经走了 必是被表哥你给吓走了 都怪你 我连他姓甚名谁 哪家的姑娘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哼 这是没缘分 你赶紧掐断念想 我只当什么都没听见 公子里面请 您抓什么药啊 掌柜的可在 我有事相伤 公子有什么事 可以跟我说 咱这铺子除了赵方抓药 可卖成药 秦是外行嘛 这药方讲究对症下药 根据病人年龄身体状况 病情长短 用量都有增减 差之毫厘 不能说谬之千里吧 起码也会影响疗小 只有外行才这么问 我们药铺 从来不卖成药 成药也可按比例增减用量 既保证了成药品质 就节省了人力物力 使得成本下降 能让贫寒的百姓也吃得起药 这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好大的口气 年纪轻轻 好高五元 竟想那不切实际的 快让让 别挡着后边的人抓药 您看看再说 我家的药真的很好 效果也神奇 我家后院的人生病 都是用橙药治好的 现在这么小的孩子 都出来坑蒙拐骗了 也不看看这是哪儿 几十年的大药铺 会被你们俩毛都没长气的给蒙了 歪头玩去 别耽误我们干活 大夫 救命啊 救人呢 快抬出去 抬出去 大夫出诊去了 伤口这么大 流血这么多 救不了救不了 你先给止血 止了血我们就去别家 不然怕是我家掌柜的 顶 顶不过去啊 都跟你说了 大夫不在 我一个账房 哪里会治病啊 快走快走 都让开 我是大夫 这位小公子 既然已经止住血了 就赶紧把人抬出去吧 你不是我们这儿的大夫 不能在我们铺子里 指手画脚啊 温锦市中记的学艺之初 祖父就训诫他 救死扶伤 乃是医界的名誉 不就是怕人在这儿不行了 影响你们名声吗 为了历死 还有人性吗 亏得你们还是几十年的老店了 还不如人家一个护身晚辈有担当 套出头 吃了亏就知道 多管闲事没好处 哎呦 这针线在肉上拉来拉去的 得多疼啊 也不见他疼心 外伤已经处理好了 三天后换一次药 十五天基本愈合 但因为湿血过多 伤者一定会体虚气弱 若能配合服用 升级补血丹 元气也补得快 不出一个月 就能下地 活动自如了 我 我这是在哪儿啊 多谢恩公 多谢恩公 升级补血丹 哪里有卖 怕是很贵吧 一两银子一颗 这也太贵了吧 怎么不去抢啊 但这丹药能救命 我设给你五颗 每三天服一颗 半个月后 我们就在药铺外都相见 届时人好了 药也值 你们再付我诊金药钱 若是觉得不值 我分文不取 谢公子大恩大德 我姓公子 若非公子大叫 我家男人已经 公子救了我家相公 就是救了我一家呀 姑娘是要卖成药吗 药铺没有这个眼光 但是我们可以合作 她张嘴就喊姑娘 多多少少让温锦有种 被人拆穿得不快 在下刚才 目睹了姑娘救人的全过程 对姑娘的人品和医术 都十分钦佩 所以才有合作之意 姑娘放心 若是能够合作 我给你的价钱 绝对比药铺更划算 不远处传来马蹄声 马背上坐着的是 萧宇辰 还记挂着温玉是不是病了 他策马赶来药铺这条街 恰恰撞见这一幕 儿子病着 他却当街跟野男人私会 姐 把他给我叫回来 其风二话不说 立刻向马车跑去 原来你想要这种药 正好我有成品 一种是六位帝皇丸 公子 出来的时候已经不短了 爷叫您回去呢 我这儿还有点事 谈完了就回 你六年未出王府 如今能出府 也该回娘家看看 玉儿 你跟我回府如何 妈 姑母呢 她来走亲戚 你不必跟着 你跟我走 我教你一套拳法可好 不要 我要和姑母一起 你考虑清楚了 嗯 王爷之前 不是担心王妃回温家吗 怎么如今 又专门送回温家 六年禁足 原以为她懂得收敛了 谁知她毫无掌浅 还变本加厉 她以为自己 还是当年那个温家嫡女 温家早在六年前 就扬扬和她断绝关系 让她好好在温家碰了臂 她才会看清 自己无所依仗 方能改过自新 好好做人 温锦不知道 萧玉成的良口用心 她只当这是古代的规矩 入乡随俗 她老老实实上前叫门 您找谁啊 我是温锦 怀王叫我回娘家看看 您 您是大小姐啊 六年没听闻 大小姐的消息了 她竟然还活着 活着也就罢了 她怎么受成这个样子了 怀王送回来的人 门房不敢挡在外头 她忙叫人去给主母报信 啊 夫人在海棠院 温锦回忆了一下原主的生活 继母流逝 对原主可不太好 一边捧杀原主 一边挑唆她和长兄的关系 亲生的兄妹俩 关系闹得非常僵 我先去看大哥 大哥还在白鲁书斋住吗 是 是 二边 砍 我 是 是 是 了 大哥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温锦不是在六年前就死了吗 六年前我不懂事 舍了不该辙的人 但我从未算计怀王爷 我是被人陷害的 我做错了很多事 伤了大哥的心 我被关了六年 尝遍了人情冷暖 这终于明白 只有大哥是真正关心我 真心为我好的 这孩子像怀王 可是怎么从未听说怀王有子嗣了 舅舅我叫温玉 温玉 月儿是我生的 他跟我姓温 怀王说 人前让他叫我姑母 怎么 萧宇辰不认 这中间有些误会 新婚夜我明明是第一次 可怀王却说原判没有落空 而且那个时候怀王恨极了我 新婚夜刚过就把我关进吴统院 这一关就是六年 不怕告诉大哥 我迟早是要离开怀王府的 我给大哥把把脉吧 赵大夫看过了 连宫里的御医都来过 你哪会把脉啊 温省君将来对人冷淡 只有这个妹妹是他唯一的例外 你这脸 好了 我自己治好的 你从哪儿学的医术 母亲留给我的嫁妆里竟然有一大箱子的书 全是外祖父的医书和医案 大哥这腿不是病 是中毒 别试了 我知道是毒 只是中毒已深 且年长日久 他已经好几年没有知觉的腿 忽然酸酸的 麻麻的 有感觉了 不 不 不可能 不可能吧 是慢性寒毒 悄无声息 潜移默化的在日常饮食起居中下毒 只有静蓬之恩才能做到 打理我日常起居的 只有长板和清扇 你别担心 我会多加留意这两个人 慢性毒本就不易发现 这两个人也跟在大哥身边许多年了 温锦话未说完 忽然传来当当的敲门声 谁啊 公子 夫人请大小姐过去 知道了 一会儿就去 你回来 还没去拜见刘师 我拜他做什么 大哥你又嘲笑我 以前脑子里净的水 这六年也该倒干了 这是阿娘的遗物 里头是宫里上的金香碧玉簪 你先拿去 哄着刘师 别喝得硬来 哥 这个太贵重了 你放着 将来给嫂嫂 刘师不配 有你这话 什么都值了 大哥放心 我不是空手来的 你就放心吧 刘师诡计多 防不胜防 你把孩子放在我这 自己多多小心 月儿能照顾好舅舅吗 阿娘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温上君心里酥酥的 暖暖的 这种被妹妹和万圣 宠的感觉 竟然有点上头 月儿 以后 你就称呼我为大伯 咱们都姓温 是一家人 大伯 乖 我给大伯捶腿 我虽然不及阿娘医术 但学位都懂 大伯一定会好起来的 离开白鹿书斋 温锦看左右无人 他按下左肩头 打开灵泉空间 把六颗密炼药丸 装进泡过灵泉水的药盒里 这蠢货 如今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犯了他了 刘师冷笑着 命人请温老爷回来 温锦得信 回来得很快 因为他心中很忐忑 六年来 怀王一直与他不合 从未把他当岳父不说 甚至因为这层关系 稍微不顺心 就对他横挑梅子竖挑眼 当众让他下不来台 即便他在京都放话 断绝妇女关系 也未能改善 怀王对他的态度 你不是说 白王送他回来了 茶水都放凉了 也不见他过来 妾身对他再好 到底只是个继母 住不得怀王妃的眼 六年不见 规矩都忘到狗肚子里了 让他滚过来 刘师垂摩摩泪 嘴角挂着得逞的笑 女儿温静 给母亲请安 滚起来 不知爹爹也在 女儿给爹爹请安 温静和刘氏 却是大吃一惊 眼前这个身段窑窕 行李规矩优雅的 是温锦 六年未曾回娘家 是女儿不孝 不过事出有因 怕往爹爹体恤 王爷对外说 将女儿软禁 其实悄悄请了大夫 给女儿看病 女儿先前又黑又胖 脸上不停地冒搓疮 是饮食不洁 体内激毒导致 经太医秘密调理 肃清毒素 女儿这才好了 如假包换 你好容易回来 不来拜见父母 跑去哪里了 这是王爷让我 给爹带的礼物 温静一听 王爷还给他带了东西 心中又喜又急 怎么听下人说 静儿还带个孩子回来 谁家的孩子啊 我从怀王府 带回来的孩子 王爷交代了 就说那孩子 是温家的远亲 叫温玉 让孩子关我叫姑母 这话 我怎么听不懂呢 你跟爹说说 那孩子究竟是 女儿多说多错 怕王爷怪罪 爹爹还是亲自问王爷吧 温锦懒得多说 小雨晨这挡箭牌好用 不用白不用 温家无情 他一个穿越者 还顾念什么亲情 王府的东西 果真不是繁品 王府东西 大多也稀松平常 这是王爷 特地给爹爹准备的 独一份 哦 好好好 温锦越发肯定 自己的猜测 怀王殿下 就是怕太子忌惮 故意跟他避嫌呢 温锦打开墓盒 扑面而来的药箱和蜜箱 让他神色一愣 哪有送礼送药的 这是咒人生病呢 王爷说 这是他医院秘制之物 只有皇族的男人才能用 爹爹一定要低调使用 温锦吹牛不打草稿 哦 原来如此 温锦是带着王爷的后礼回来的 温家自然不敢怠慢他 温锦命人收拾出最敞亮的客房给他住 还交代下人 说是大公子的挚友 前来拜访刘宿 小语沉若知道 他送温锦回去碰壁是这么碰的 他怕是当即就要快马加鞭 把他押回府上 重新关进吴童院 我没骗王爷 我说过 我受了会变好看的 王爷不信 还骂我不知羞耻来着 这是京都最大 最高档的南风馆 封渊是老板 也是头牌小官 王爷大驾光临 也不叫人通传一声 奴家好恭候相迎 真是失礼失礼 你就是凤渊 那日在车上匆忙谈生意 倒忘了向小公子介绍 奴家凤渊 在这秦淮楼 谋一口饭吃 凤老板谦虚了 他是真不知道 这凤渊的身份 王爷来这儿 但是我干什么 且这大白天的 楼里也没有营业吧 爱着老婆逛南风馆 这人怎么想的 难道是想引诱我 婚内出轨 然后把我进猪笼 好夺走育儿的抚养权 他贵为王爷 不用这么麻烦吧 小公子的药 一看就不是反品 这不 小公子走得匆忙 也没留下联系方式 奴家只好冒昧 求到淮王府去了 原来他这么一大早就去温家接他 是因为这个呀 宋老板说想长期合作 叫完十两银子一颗 景公子这药丸可真是贵 明强啊 这药不是反品 贵人的意思是 想要买下药方子 景公子开个价吧 杀鸡取卵呢 那我不能卖 不是我吹 即便把方子给你 你们也做不出这种品接的药来 只要您价钱不要太过分 我们绝不还价 景公子不用征选一下 王爷的意思吗 这种小事 我但凡带点脑子 都不能答应 还用请示我家王爷 这位景公子好大气形 有本事的人 多少都有点适才傲物 这适才傲物是我家王爷宠出来的 我家王爷尚且捧着我 你上头的贵人却想欺负我 裁我 这是不把我家王爷放眼里吗 萧玉辰说话了 凤冤不敢得寸进尺 他恭送两人离开秦淮楼 你在秦淮楼说的话 是真心的吗 哪去 所有 特别是 你说你是怀王府的人 成要秘方是我外公祖传下来的 也算是我的嫁种 我不会分钱给你的 本王稀罕你那点钱 你不图钱 为何带我来做生意 哦 我知道了 你喜欢奉冤 他是长得挺漂亮 你也不赖 你放心 我一定收口如瓶 绝不告诉宋侧妃 王爷若早说这层关系 冲你的面子 我给他打巴巴折 你 怎么了这是 小事而已 小孩子嘛 难免好生心切 纪将军不计较 是他大度 你这般逞强斗勇 已经违背了习武的初衷 从今日起 没收你的玩具 直到你想明白 为何要习武 再来问我要 我知道错了 不谢纪将军照顾孩子 得罪之处 还请海量 到底怎么回事 小公子喜欢武艺 看到这院里陈列的兵器架 非要跟卑职耍两下 季风是萧玉辰的贴身素卫 更是素卫营的左将军 他的武艺 仗位于两手两脚 都不可能输 小公子输得多了 可能是有些脑了 放话说 如果他拿了王妃 给他特制的小弩 一定不会输 谁知这句话 就叫王妃听见了 王妃教训小公子 说习武不是为了逞强斗狠 他能有这么正派的观点 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心里没数吗 季风小说 王妃和六年前不一样了 但看看王爷脸色 他没敢开口 想吃淮淮肉包子吗 嗯 想 和我做错事了 武贤说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错了不怕 承认错误是勇敢 那改正错误是豪杰 你要做英雄豪杰吗 真的 我也能做英雄豪杰 当然了 要做 那在这打拳办个时辰 好好想想 习武是为了什么 阿娘去给你采槐花 做肉包子 等你想明白了 咱们一起吃饭 同样的馒头 他们谁都争不出 王妃做的那味 当母亲的 把孩子一个人扔在院子里 跑哪去了 我给她做槐花肉包子 总得有槐花吧 她才五岁 小逞大戒即可 你罚得也太重了 做人做事 错了教认 挨打要站稳 我只是叫她反思 哪重啊 铁石行程 实话告诉我 育儿究竟是谁的孩子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意思 温姐 你别告诉我 从怀孕到生孩子 我几次险些死了 有时候 几天节都昏昏沉沉 我好像活着 也好像死了 好多次 我都以为自己挺不过去了 王爷不要用这种表情 我不是要卖餐 相反 我并不觉得自己惨 那些生生死死的日子 让我忘记了很多前程过往 也忘记了很多的不愉快 我现在记得的事情很少 也很快乐 至于以前的事 就让它过去吧 我不打算给鱁儿找爹 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小雨晨目光沉沉 似是在思考 他这话有几分真 几分假 那个小弩呢 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哦 你说鱼儿的玩具啊 那可不是玩具 那是杀伤力很强的兵器 原生于现在军中使用的任何一种弓弩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搬进梧桐院时 嫁妆里有两箱子书也被抬了过来 图纸是在箱子里发现的 温姐 你很聪明 小雨晨一言又止 他想说什么 似乎又觉得还不到时候 温锦并不在意 剑王爷夸奖 查到潜入梧桐院的身影是谁了吗 那人轻功好 对王府的格局很熟悉 从后院离开没能追上 去安卫营里 挑个功夫好的女安卫 安排在梧桐院外头 装作扫地丫鬟 留意梧桐院动静 保护那孩子安全 是 他很快做好了 凤冤定的第一批药 这天一早 他打算出门 但去凤冤那儿 他不想带温玉 思来想去 他领着温玉去找了季风 我得出趟门 王爷准许过的 只是这次还得麻烦季将军 带一带玉尔 不知季将军可有空闲 让堂堂素卫将军 帮他带孩子 温锦也是没办法 后院的人 人为言轻 万一出了事 他们护不住玉尔 你家掌柜奉冤在吗 在下是锦公子 是您啊 我家公子说了 锦公子来了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他 您 雅家里稍作 有实力 我有秘方 合作愉快 我们的合作方案 得改一改了 什么意思 锦公子还是考虑一个 合适的价钱 对您比较划算 你还是要买秘方 如果我不肯卖呢 上次你不同意 咱不得看怀王殿下的面子 这次怀王殿下不在 就不用看他的面子了 我还不知道 锦公子和怀王殿下的关系呢 王爷不说 我怎敢乱说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药方 我不卖 温锦呢 怎么只有狱了 王妃说 他要出门一趟 带着小公子不方便 糟了 这傻子 竟独自去了 这秘方不可能卖 但可以送给你家主子 时时务者为俊杰 送两个秘方 就像八戒自己 不配八戒的人 痴心妄想了些 我家主子说 你既有孝心 这钱是赏你的 温锦打算将来自立门户 搬出怀王府 他当然需要钱 艾达没 他们威胁你了 王爷怎么来了 问你话呢 没艾达 还赚了钱 姑母有五百两呢 你把秘方卖了 我要送 可人家也客气 非要给钱 你是不是傻 你没告诉他们 你是我什么人 放心 这次没给你丢脸 你是父皇的进尘 不须多礼 今日这事 你给我平平礼 我那长姐 也太欺负人了 从我的人手里买药 垄断了买 她还不知足 今日竟带着侍卫 逼着我的人 交出秘方来 她给了五百两银子 就把秘方夺了去 那是人家祖传的秘方 我尚且没逼着人 把秘方给我呢 高公公一脸惊讶 竟还有这种事 揽月公主府上什么没有 何至于抢夺怀王的东西 谁说不是呢 父皇还不够宠他吗 堂堂王爷这么幼稚的吗 王爷想让皇上觉得 你和太子的关系并不好 甚至让太子觉得你性格鲁莽 不堪大用 所以 你是在扮猪吃老虎吗 也没那么傻 扮猪吃虎倒不至于 本王只是怕麻烦 不想掺和进他们的争夺之中 那王爷当初 为何要带我去秦怀楼 担议做这生意呢 本王不想找麻烦 但麻烦自己找上门来了 既然躲不过 那就碰一碰 总是躲着也会让人心生防备 说完这一番话 他自己都愣了 他对宋施宇 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耐心 更不曾谈过这方面的事 这两味药 被特批为宫廷御用 宫里以十两银子一颗的价钱 跟你采买 你私自不得受卖 秦怀楼那边 就拿着你以前给他的药 偷着乐趣吧 以后再想买 得去跟宫里的人商量 宫里也肯出十两银子 宫里自然不能让你吃亏 不过宫里的采办 跑腿办是那些人 徐慧要些好处 你看着给就行 不想给也无妨 他们不敢多事 多谢王爷 本王帮你出了气 还让你摇身一变 成了皇上 你修口头一句谢 王爷什么都不缺 本王不缺 那是本王的事 你的诚意呢 王爷给点提示 把一桌洗面吧 就在这院 那是从先客来预定呢 你亲手做 九楼定的 本王用你行 温锦从善如流地点点头 原来是缠他的手艺 小雨晨吃爽了 哼着小曲走了 这天半夜 小雨晨捂着肚子惊醒 一趟趟起床 不断叫人提公筒进来 短短一夜 他起了不下十次 好你个温锦 最毒负人心 本王绝不饶你 地气 庄子 商铺 王爷给我的 你是很缺钱吗 一边想做成药生意 一边还打听庄子 铺子 我的架状里 都是家具 宝石 布料 相比较起来 还是田产铺子 增值和变现空间大 也更灵活 这些地气铺子都给你 日后镜像 会直接送到你手里 拿去吧 别过得那么寒酸 好像我磕待你 门过户吗 将来 你还能要回去吗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 给你的东西 自然不会要回来 不过 这是皇家的东西 隶属怀王府 不可能过到你的名下 每月 每年 他们都会把钱 送到王府来 钱 你收着就是了 既然不能过户 那我不要 看热闹的 从来都不嫌事大 恩公 恩公 您终于来了 伤好的怎么样了 好了 您瞧 如今能吃能睡 比受伤之前 感觉还有劲呢 这是十五两银子 您说五两 我们当时还觉得 得贵 回去服了药才知道 这药是真好 五两银子 您肯定是少说了 那日的药钱 我说了五两 就只收五两 消毒风和树 我也收五两 另外这五两 心意我领了 小公子 请问这成药 都有什么呀 都能治什么病 头疼脑热能治吗 伤风伤寒能治吗 我家哥儿 跌断了胳膊 吃了这药 也能好得快些吗 您的成药 还有卖吗 我也来五客 药铺门前 立刻就清静了 多谢各位信任 今日出门匆忙 没有带那么多药 日后 日后 诸位想买 可来我们药铺 我们药铺已经决定 跟这位小公子合作了 不 我改变主意了 今日 沈老夫人寿臣 王爷带谁去 你觉得 本王会带谁 当年因为娶王妃 怀王府遭了多少嘲笑 如今王妃已经大变样了 惊掉他们所有人的下巴 一杯纸之剑 王爷会带王妃去 启风的话 说到了她心坎里 当初是谁在宫中宴席上 闯进了她醉酒后 躺着休息的屋子 谁爬上了她的床 谁在屋里点了迷香 逼着自己娶了她 最近对她太好了 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 不带她 女人可不就爱视小镜子吗 何况王妃被关了六年 脾气早已经磨了不少 这六年来 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孩子 若不是性子坚毅 怕事早就熬不住了 小雨晨就差个台阶 季风这话 给了她台阶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何况沈老夫人的六十大寿 是大事 各家都是带正妻嫡出前去 通知她准备吧 好好打扮 本王今日带她去 一雪前耻 王妃带着温家小公子出门去了 并不在府上 告诉宋瑟妃 叫她盛装打扮 随本王去沈家敷宴 小雨晨又在心里 给温锦狠狠地记上了一笔 温锦多少有点无辜 提前也没人告诉她 今日是沈老夫人的寿宴 她更不会想到 小雨晨愿意带她去敷宴 阿娘 阿娘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别走 撞了车还想跑 王良也摔得不轻 他爬起来 一瘸一拐 抓住那骑马撞车之人 快让开 我有急事 让随同赔偿你 你不能走 是你撞的车 车里还有我家主子和小主子 不管有谁 多少钱我都赔 绝不耍了 我真有急事 快让开呀 温锦和温玉 从翻倒的马车里爬出来 守怀 温锦当然不知道 沈怀自打上次见了她 跟得了相思病似的 世子 老夫人问您 可是寻那人寻的 连老夫人的寿宸都忘了 铁娘子 我这不是急着赶回去 撞了人了 这位是 这就是我跟祖母说 当街踢翻盗费 帮我夺回玉佩的 原来她就是 我们不讹人 你们招架赔了车马钱 医药费 咱们就私了了 请叫公子如何窗户 叫我锦公子就行 老夫人对您早有耳闻 一直想见见你 可惜没有机会 若今日能请得锦公子上门贺寿 老夫人一定高兴 温锦想了想 结怨不如结缘 其实 我是已婚妇人 两次都是匆匆相遇 我不知世子有此心意 也没机会挑明 世子爷 人家 已经嫁人了 那她 她对你好吗 好不好 是我夫妻之间的事 不好对外人讲 铁娘子一听这话 就知道 自己是彻彻底底误会了 女人能说这狠话 伤世子爷的心 是针对世子没那个意思 先前都有误会 给您赔不试 但今日宴席 还请您一定前往 我家老夫人年纪大了 好叫她安心 见她不拘小节 落落大方 铁娘子对她的印象 越发好起来 穿戴一新 再把金钗布瑶 这么一带 铁娘子不由吸了口气 夫人可真美 桃红色的裸裙虽艳 却与她白皙的肤色 相得一张 衬得她越发白里透红 旁人压不住的艳色 却被她完美驾驭 这通身气质 一番打扮 更衬得她高贵冷艳 美丽不可方物 铁娘子暗道 幸亏当初 世子爷遇见她时 她是女扮男壮 若当初就是女扮 世子爷还不得 把活都给丢了 铁大眼睛忽闪忽闪 看着她 小雨晨勾着嘴角一笑 宠温玉招招手 很多小孩子都怕小雨晨 但温玉不怕她 铁娘子 可见着玉儿了 铁娘子小声说 玉儿就是招人喜欢 就连怀王殿下 都喜欢那孩子 刚被怀王领出去了 铁铁娘子再为向老夫人告罪 我去找那孩子 回廊里只有来往匆匆的下人 哪有小雨晨和温玉的身影 温锦正要去席上找人 这里 麻烦王爷了 温玉 过来 过来 你什么意思 一大清早离开王府 竟是跟沈淮私会 王爷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什么叫私会 沈淮回来晚 你也恰那时候到 一前一后 以为本王看不出来吗 你敢说 你们不是一起来的 是一起来的 但 他胆敢给自己戴绿帽子 还如此敷衍 温锦 表哥 我说当初找不到你 原来你在这儿 表哥怎么又为难他 他是我朋友 有什么误会 我跟表哥解释 你替他解释 你知道他是谁 他是什么样的人 就替他解释 表哥 我发现你有很大成见 沈淮也生气了 上次若不是表哥搅和 他也不至于没问清楚 就把人吓跑 更不至于找了这么久 毫无音信 几乎相思成疾 朋友就要相互担待 我看中的是他的人品 我自然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 小雨晨要被这个表弟气死 你看中的是人品 我看 你看中的是他的皮囊吧 那我不妨就告诉你 他 不好了 老夫人 快请太医 老夫人晕倒了 看看 保持空气流通 将老夫人放平 保持血液流通 你又不是大夫 瞎吩咐什么 温锦一边看 一边向铁娘子询问 老夫人平日里饮食 是否有些重口 对 突发性脑异险 是一种常见老年病 我要给老夫人扎针急救 你们别着急 抢救急时 不会留下后遗症 这里可不是成能的地方 沈老夫人身份尊贵 不是你能借机显摆的 还是等太医来 住口 这是我请来的女神医 谁在担个女神医救人 就是罔顾我祖母的性命 宋扯飞 这里是沈家 不是你争风知错的地方 我信你 请你救我祖母 出了任何事 有我担着 放心 久我在 你祖母不会有事 温锦扎针足足用了一刻钟 太医来了 他一进门时 温锦也取完了针 他起身退到人群里 不错不错 没让人都围在身边 让老夫人平躺 没有随意挪动 这是最好的 避免了很多风险 怎么太医 可是有什么不妥 已经有人救了老夫人了 你家既已请了高手 为何还叫我来 老夫人悠悠准醒 老夫人 您感觉怎样了 多了 多谢胡太医 今日又救了老神 谢错人了 不知这位高人是谁 在下可有幸讨教几句 胡太医是太医院的名手 但听说她脾气古怪 仗着太后宠她 不怎么把权贵放在眼里 能叫她这么客气的 可见刚才那女子 医术确实不俗 人呢 神医刚刚走了 扎个针而已 扎个针而已 你知道扎针有多难 这是昏绝症 急症 闹不好 要出人命的 你神老夫人的身份 我下针都怕 这是提着脑袋在救人 而已 你行你来啊 我胡某人凭生最看不惯 不懂装懂 瞎诈唬的人 这就奇怪了 你到底为什么非要去梧桐院 你安的什么心呢 我没安什么心 你是没安好心 你要是后悔了 再求王爷放你走吧 何苦在外头说王妃的坏话 王妃得不得宠 都是你的主子 哪有仆人在外头 议论主子不是的 你的规矩也学够肚子里了 该大丫鬟呢 扫不扫得慌 我 我不是 我没有 岑妃 公岑妃救救兵子吧 宋诗宇正在屋子里生闷气 打婚一个月了 他身上的疹子早就好了 可至今王爷也不来他房里过夜 谁在外头哭 烦死了 是王妃的陪嫁 加缓素素 叫他进来 岑妃救我 让奴婢离开梧桐院吧 奴婢待不下去了 叫你打听的事 打探的怎么样了 她是我家小姐 不会错的 奴婢不动声色的问了好多以前的事 小姐都记得 有些是很小的事 比如 刘氏又为什么打了小姐 打完又给小姐送了什么好吃的 这种事情外人不可能知道 一个人 怎么可能变化这么大呢 你觉得 他还是以前那个温婢吗 他是啊 他是瘦了 漂亮了 其实小姐他以前不丑 是刘氏为他吃了 刘氏给他吃了什么 都是下人自己猜的 本来 小姐很漂亮 也不胖 更不笨 读书席字比大少爷还快呢 嬷嬷说 小姐三岁就能被送仙子闻了 小姐五岁的时候 妻夫人过门 妻夫人 总是给小姐吃汤 特别多的汤 那种汤别处没见过 后来小姐就开始变胖 变丑 脸上长戒子 性格也越来越怪癖 那些汤 还能找到吗 那汤只有夫人有 想离开那是吗 想嫁给前院的小厮礼成 我可以成全你 这个你拿着 我听说 王爷最近时常到梧桐院用闪 是真的吗 是 那你就把这包东西放在王爷的碗里 茶里 汤里 都可以 记住 只能放在王爷碗里 明白吗 拿到什么 小公子 这是王妃吩咐给王爷漆的茶 你给王爷送过去 王爷必定喜欢 姑母何时吩咐你漆茶 我怎么不知道 王妃以前吩咐毙子的呀 小公子可能忘了 你只要记得 这是王妃对王爷的心意就行 为什么要我送进去 你自己不送 王爷喜欢你 你去送茶 王爷会觉得你懂事 也会觉得王妃是真用心 快去吧 月儿 你去外头玩 我同你姑母说话呢 我也有话想对您说 月儿想说什么 您送来的丫鬟不好 你为何说她不好 她欺负您了 她教我撒谎 可我不想撒谎 她教你撒什么谎 明明是她气的茶 她却说是姑母叫她气的 她还说 这样王爷会更喜欢姑母 撒谎怎么会招人喜欢呢 姑母说 为了讨得别人喜欢 委屈自己做事 一定会积累怨气 需要用讨好维持的关系 也不是真正的好关系 这是温锦教她的 温锦能有这样的见识 再说了 这也不是什么好茶呀 茶里明明加了料 你瞧见了 我不用看见 闻都闻得出来 有药味 我叫她气的茶 好计谋 月儿 你去前后院 把这会儿不当值的下人都叫过来 素素 你说这茶是我叫你气来 送给王爷的 是啊 用罢晚膳 你就从梧桐院出去了 一直到王爷来 你都不在院内 我何时吩咐你气茶 是 奴才们都可以作证 黄昏时候 就见素素在外头跟人闲聊 她还到处议论主子的是非 说来了梧桐院 干的都是粗活儿 快要累死 小姐虽然没有吩咐 但这也是下人当做的 婢子只是尽本分 好 尽本分 这么说来 气茶是你自己的主意了 是 可婢子也是替小姐着想 王爷都来了 怎可不上好茶呢 婢子一心为小姐着想啊 你自作主张 尽了丫鬟的本分 考虑到主子没考虑到的礼节 是个忠仆 谢小姐 但我听说你到处搬弄是非 说梧桐院的活儿又脏又累 每日累得你腰酸背痛 你有生之年 从未干过这么重 这么脏累的活儿 你不用着急解释 无论是养花种菜 施肥浇水 这些浓活儿确实累 但我当这些是锻炼身体 是修身养性 是体会百姓生活的移情趣事 我乐在其中 但我不勉强你必须接受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主仆也是这样 你喝了这杯茶 也算是尽我主仆一场 好聚好散 年前 就是他挑唆 叫王府丢了脸 六年后王妃刚好过一点 他又来生幺蛾子 怎么会有这样的丫鬟呢 是本王误会你了 这还是我的陪家丫鬟吧 王爷可否把他的卖身器给我 你想如何处理 素素 你究竟是想帮我博宠呢 还是想害死我 一大良律 谋害主子是何罪名 谋害皇室 又是何罪名 谋害其主 一律 张弊 谋害皇室 最佳一等 初恋亲族 你我到底主仆一场 我不然看你落得如此凄惨下场 这样吧 依照最轻的 通报衙门 账八十 你自己挨其中二十张 其余六十张 叫你的至亲们替你云摊 王爷可是觉得 王妃此举 故于狠了 本王是那心软之人 那杯茶 可是给本王准备的 若非被发现 露出丑态的 就是本王 一个奴隶 死不足惜 本王只是在想 他真的成长了 如今的他 不明则已 以明惊人 是啊 王妃的威势 今日一下子就立住了 这后院 谁再想打王妃的算盘 恐怕也得掂量掂量 他为何 选在今日立威 那丫鬟刚好撞上 那丫鬟利用温玉 看来温玉是他的逆临 碰不得 王爷 说 你是说今晚的事 跟宋侧妃有关 奴婢只说自己看见的 并不妄加判断 去听兰院 知道本王为何娶你吗 因为 我跟 魏姐姐有几分笑 东师笑评也敢说笑 你爹在朝堂上参奏本王 勾陷本王结党营私 后卿查明事诬告 父皇震怒 原本要抄家流放 你爹常跪我师父门前 求我放过你一家 他把你送本王 做洗脚丫鬟 本王怜惜你书香门第 且朝堂之争 与你一女子无关 所以 给了你格外殊荣 怎么 你妇女俩都觉得本王很蠢 很好愚弄是吗 王爷恕罪 毕切不敢 不敢 本王给了你和你家脸面 你却要让本王没脸 善度会让女人变丑 你可想过 有一天 你不再像他了 你与本王 还有什么价值 罢了 这次饶了你 来正自己的位置 做好自己的本分 别想的不该想的 才能活得久 明白吗 明白了 你就是六百两买了我家宅子的那个女子 你是 这是我家三小姐 我劝你最好把宅子还回来 你出去打听打听 就算是傻子都知道 那宅子别说六百两 六千两都不值 但我相信 沈家没有一个傻子 他们看六百两卖给我 一定有原因 哼 你装什么傻 还不是你贤恩图报 你给我祖母扎了针 我祖母念了你的情 才把那宅子给了你 你竟然真的收下了 真是厚颜无耻啊 哦 你的意思是 老夫人卖给我宅子 只是惺惺作态 并非真心实意 我 你胡说蛮缠 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那沈三小姐 是什么意思 你把宅子还回来 别误我扯别的 我明白了 明白就赶紧还回来 算你识相 我明白 你今日惹了大祸了 你少胡说八道 给我长嘴 安静善上重视笑道 可堂堂沈家敌出三小姐 竟然重视一处宅子 超过自家祖母的性命 你 你若敢出去乱说 我 我死了你的嘴 如果是我 当下最重要的 是沈老夫人会怎么看我 祖母会对我失望吗 祖母会觉得 我不在乎她老人家的性命吗 祖母会觉得 我对她有意见吗 沈新来后悔了 她冲动了 她被人挑唆 来找这女子 实在是上当了 我若是你啊 现在就会在祖母门前 常规不起 小姐也要姑息自己的身子啊 她说的对 此时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 我得先挽回祖母的心 对女子是谁 问你呢 她是谁 你不会想知道 她是谁的 说什么胡话呢 许你认识 不许我认识 这女子可真厉害 在你家的地盘上 愣是把你妹妹收拾得服服帖帖 姑娘慢走 拜见海灵王 姑娘请起 你认得我 海灵王当称呼我弟妹 或是怀王妃 巴蒂什么时候 修了那温朱 娶了你这样的角色家人 世人都说 海灵王乃风流才子 最贵为皇子 却不骄不躁 德才兼备 乃天下读书人之楷模 世人之标杆 世人谬赞 不敢当 不敢当 进而我家王爷还未学成 进而天下人也未学成 不然 真是天下都乱了套了 因为这话 什么意思 她夸我还是骂我呢 我怎么既飘飘然 又有点心虚啊 你当人家面 骂人家是温朱 人家却夸你德才兼备 世人楷模 你说是夸你还是骂你 就问你脸烫不烫 你说她是谁 她是温朱 不不不 她是温锦 怎么可能吗 我还救过她呢 她如今变得这么美了 世人楷模 当面被人讽刺挖苦的感觉如何呀 被人弹那么高 摔下来痛不痛 那温锦如今这么厉害了 骂人都不带脏字的 温锦真的变漂亮了 能让她一直 避他如蛇蝎的七皇子 都主动打扇 大德叫你在这儿等我的吗 他怎么知道我今日要回来 小的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少爷叫我告诉小姐 大德心查死出事 刘氏的大侄子被抓走 俘虏苦意 刘氏又气又急 他往淮王府去了好几次 都被淮王府的人给挡了回来 这几日都气病了 少爷担心大小姐回来 会被刘氏的人抓过去 所以特地叫嫂子在这里等着 提前告诉您 好叫您有个准备 我爹在府上吗 在的 大小姐要去找老爷吗 这事他不一定管 他若不想管 咱们请不来 他若想管 不用咱们请 走吧 先去看大哥 大小姐 夫人叫您过去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 是夫人叫你 长嘴 我叫你长嘴 没听见 大小姐 夫人可是您的母亲 婢子是夫人面前 你敢打我 我是夫人的大丫鬟 在此代表的就是 我嫁入怀王府的时候 温尚书就扬言和我断绝妇女关系 整个京城都知道 如今我乃是怀王妃 不是你家的大小姐 刘氏区区四品告命 胆敢对本王妃胡来喝去 谁给她的胆子 别说你一个丫鬟 就是刘氏在这儿 也不敢对本王妃不敬 滚 大小姐 等等小的 大小姐 您可真撒 胡家虎卫罢了 哭什么呀 温景呢 她说 她是堂堂王妃 夫人不过区区四品告命 不配换她来 她砸你 你没告诉她 是我叫你去的 说了 她说 就算是夫人 她也一样教训 晚了 晚了天了 母亲 这是怎么了 二小姐 大小姐回来了 不来拜见夫人不说 夫人派人去请她 还被她打成这样 她还口出狂言 说夫人去了 也一样教训 好啊 先几次她回来 我去外祖家没遇上她 叫她欺负了我母亲和二哥 这一次我可不会放过她 母亲别生气 温景这么不知理 没教养 我去教训她 拿我的鞭子来 她再怎么样 都是你姐姐 她不知理 你不能和她应来 她毕竟是怀王妃 怀王又不喜欢她 若不是爹爹的身份 怀王早羞了她了 六年前不秀 如今 恐怕是更不会秀了 母亲今天是怎么了 您怕她 我可不怕她 我替我亲出气去 让二小姐去试试 她的深浅也好 嬷嬷也糊涂了吗 大小姐这次回来 如此耀武扬威 难道是得了怀王的什么特许 夫人您是长辈 您出面教训她 轻了不顶用 重了容易得罪王府 但是二小姐去就不一样了 夫人躺好 您还病着呢 二小姐替您心急 也是情理之中 老爷知道了 非但不会怪罪 还要心疼您和二小姐呢 你看看 这脸色够不够苍白 要不要再复些粉 你小时候 我没照顾好你 如今反弹叫你照顾我 大哥 你说这种话就见外了 兄妹不就是相互扶持吗 只是爹是好面子的人 跟东府关系那样 都没分家 他能让我出去住吗 那边离崇文书院很近 宅子又大又敞亮 而且沈家人请江南的园艺匠人 设计修造的 风格大哥应该会喜欢 喜欢是肯定喜欢 哪怕是破炉毛烟 我都觉得自在 他捶着捶自己的腿 他按时服药 如今腿已经能动他了 只是腿上没有力气 他也不敢练习走路 甚至不敢叫人知道 他的腿恢复知觉 能动了 爹爹那边 温锦 是如月妹妹吧 六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 石头 别挡着二小姐了 让她进来吧 你是温锦 他们说你瘦了 变美了 我还不信呢 是瘦了 至于正美 无礼 在家 她是你长姐 在外 她是怀王妃 有得你这么目无尊长 平头论足 无妨 妹妹年纪还小 不论那些 你打了我母亲身边的大丫鬟 是啊 她不懂礼数 我替夫人教训她 你放肆 母亲身边的人 轮得到你教训 夫人善良 难免纵容下人 我眼里揉不得沙子 既遇见 就教训了 妹妹若是不懂事 我也要教训 你还想打我 你从静门到现在 还没有拜过大哥 没拜长姐 甚至直呼我名字 我不该教训你吗 哼 一个瘸子 一个臭名远扬 靠爬床上位的恶女 配让我拜见吗 还是我替母亲教训你吧 哼 什么东西 你完了 这是要呈给皇上的贡品 被你毁了 你 你 想会谁呢 石头 挡住门 不让二小姐离开 长白 你去请我爹来 这事二小姐解决不了 还得请我爹出面 你们都欺负我 怎么回事 如月闯下大祸 若是处理不好 恐怕全家遭殃 别胡说 就是 教会谁呢 这是供药 皇上清点由怀王府 直接供给宫中 任何人私下不得售卖 愧走 刚做好的一批 王爷命我取来 要交给宫中 宫里催得紧 就这么些 如今这样 还能往宫里送吗 宫里追问起来 怀王府会背这个锅吗 自然谁弄坏的 怀王就把谁交上去 妹妹打我 宝盒子打翻在地 我会如实告诉王爷 你 你为什么打你姐姐 你要上天呀 爹 你怎么帮着她 我不是你最偷爱的小女儿吗 なので 你最偷爱的小女儿 还是 sereen 全开 呵 好气派的大门 好大的院子 竟然离崇文院这么近 许多屋子都还空着呢 咱们慢慢添置吧 先把大哥住的院子收拾出来 已经非常好了 心里宽了 住茅安也是好窄 何况这里本就是好窄 听闻你带了礼物 来拜会新邻居 这是王爷的新居 怎么 许你够置新宅 不许本王添个别愿 王爷哪里话 您财大气粗 随意随意 我大哥行动不便 他身边三个随从都不会做饭 我瞧着隔壁这里搬家 阵仗很大 说是能交好邻舍 拜托照顾我大哥他们 我也更放心一些 你不住着 是给你大哥准备的宅子 我可以住这 王爷恩准吗 做梦 本王还没休期呢 哦 我原本想来问问 在大哥添置仆仪之前 能不能蹭几天饭 蹭饭没问题 这有厨子 不谢王爷 我和大哥会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手 王爷告诉王妃了吗 您是恩威病重 花了大价钱 才从何家手里 买的这处宅子 王妃要是知道了 必定很感动 谁在乎他 敢不敢动啊 本王是怕他固态蒙发 做谁丢脸的事 叫本王跟着没脸 才买了宅子 方便盯着他 王妃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门房说 瞧见王妃上车时 脸色不太好 王爷 要不要追上去看看 管他做事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跟本王有什么关系 只要他不给本王丢人惹祸 本王才懒得管他 那 吩咐厨房备膳吗 备吧 小雨晨嘴上说着不在意 却有些坐立难安 来人 备马 快 怎么回事 回禀王爷 王妃似乎是昏睡不行 姑母到家了 回去再睡 他怎么了 他不是故意赖着不起 他只是累了 他困了 王爷别生气 我不是 算了 我送他回去 就像上次一样 不用 我一定能叫醒姑姑的 不劳烦王爷 怎么 他跟你说了什么 撒谎可不好 我没撒谎 上次王爷抱了姑母 回去之后 我们就被禁足王府 不能出门 这次如果又劳烦王爷 那我们是不是 又会被关在王府 不能去探望大伯了 去探望 温盛君当然可以 马车里地方向 他一翻身脚摔下来 他在这睡不好 你看他脸色苍白 你也希望 他能回去好好休息吧 姑母别着急 我很快就会长大 这样就不用别人帮忙 不谢王爷 他怎么这么躺 病了 还吹自己是神医 发热了都不知道 嗯 刚刚阿娘还没发热呢 叫丫鬟 先来给他更衣 等府衣来了给他看看 什么狗屁神医 自己病成这样 没有大爱 没有大爱 吐成那样 还发着高烧 人有时候生病 并非坏事 乃是身体在自行调节 哦 对了 若能跑一跑温泉 加速排毒 对身体大有弊异 陪陪我这一生的流光 不乱不晃 不陪不伤 竟然红黄 没有你的目光 空气只剩下空药 只剩下空药 尽手握着一生的风霜 不争不强 不识不忘 静暮不弱 没有你的阳光 空气只剩下热浪 万物皆无光 只有你的眼明亮 随心去远方 随心去远方 看看太阳 满目皆悲伤 只有你的美上扬 等你对应 一万夜光 来时些风雨 去世带走了四季 你不在再好的风景 皆无力 开始收拥来醒 后来绝尘而去 你不来 再美的天地 都浪静 站住 你就这么走了 难道王爷 想让我对您负责 难道你不该负责 我什么都不知道 应该也没有能力 对您 做什么吧 这么说 你是想抵赖了 我原先衣服里的东西呢 你把衣服吐脏 东西被嬷嬷 收在外头筐子里 你瞧瞧 可曾少了什么 什么意思 王爷不是叫我负责吗 我知道 王爷价值千金 但我手头截取 就只有这么多了 再者 你也算是自怨 我昨天脑袋昏昏沉沉 肯定不能霸王硬上弓 五十两 就算补偿你 本钱 你怕是活够了 嫌少啊 你要多少 我从现在开始攒 滚 好嘞 五十两银子补偿他 他直接甩出来五百两银票 再说一句 伺候的不错 赏你了 昨晚 本王睡得不错 你身上的河香 本王很喜欢 日后侍寝的事 小公子被纪将军领走了 纪将军说 近日带小公子练功夫 上午送小公子回来 小公子颇有惜五天分 前赏也累得不轻 难道是以南越温泉的作用 还是昨晚上 王爷和王妃 倘若王妃准许 备职希望可以每日释放小公子 习武强身 多谢纪将军 若王爷同意 那就有劳了 你说什么 王妃神采医 你求了他什么 求王妃同意 每天带小公子习武强身 他同意了吗 王妃说 只要王爷同意 算他实际了 日后本王每日练武之时 都让人把鱼儿接过来 要不要解释清楚了 还有事 没有 卑职遵命 好好吃饭 阿娘脸上有花吗 阿娘变漂亮了 怎么啊 阿娘以前不漂亮 以前漂亮 但今日更漂亮 阿娘好香啊 比以前更香 太好闻了 我跟季风练武可累了 但在阿娘身边 就觉得不累了 本身都是劲 好好吃饭 吃完饭呢 帮阿娘一起给大伯做药 好不好 怎么了 没 没事 小人的娘昨日摔了一跤 间内搭着肚子 今日去给娘请大夫 小人 小人多虑了 这叫多虑 你家里有事 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回去给你娘请大夫呀 小人一家命剑 哪有主子的事情重要 不大简单 箭内也没那么娇气 耽误了主子的时间 小人才更是惭愧 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不去了 给你放一天假 赶紧回家 丰飞 外院地进来一封信 说送信的人叫石头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你们俩是跟我出去一趟 鼻子去 你们都出去候站 我又几句话 要单独交代小妹 咳咳咳 都正常服药 按理说身体不会恶化 大少爷 青坛和长白都面露极色 出去 我也能想吧 说不是我对自己的医术有信心 真被大哥吓到了 是你的药好 大哥不能再给你拖后腿了 我有个想法 炸死 鱼儿发现笔墨书册有问题之后 我就不读书了 青善显得有些着急 催问了好几次怎么不读书 他甚至把书拿到我面前 所以我想不如将计就计 大哥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大少爷 大哥 怎么会这样 我接你出来是向你过得自在些 你千万不要有事啊 大哥很开心 能出来说自在什么些日子 很开心 你们跟了我这么久 我没有好前程 也不想再耽误你们了 我们主仆 就只能走到这儿了 趁着我还有一口气 你们各自寻个好出路吧 免得我走了 还拖累你们给我守上几个月 走吧 走吧 奴才守着大少爷 莫说几个月 就是三年夜守 奴才当年险些饿死街头 若不是少爷心善 奴才早就没命了 奴才不走 走吧 你们知道大哥的脾气 他做决定的事 不会更改的 你们找到好的出路 也好让大哥能安安心心的 大小姐说的是 小人得大少爷照顾 林良不能叫大少爷 再听小人操心了 大夫 大夫在吗 关门了 明早再来 疼不到明早 快 快叫大夫 好好好 你别急 说来也巧 若是平时 座堂大夫天不黑就走了 今日写一案 拖拖拉拉到了现在 竟然还遇上了急诊 大夫 救我 救我 莫急 我给你把把脉 小伙子 年纪轻轻 却是接触了慢性寒毒 很久了呀 中毒 正是 不可能 我一直有服解药 谁告诉你 这慢性寒毒有解药 是要三分毒 你不知道吗 你还一直服解药 你那是毒上加毒 知道吗 好好的人 哪有天天服咬的道理 当是吃饭的吧 那 那选择怎么办 您得救我呀 我还年轻 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 什么意思 时日无多 准备后事吧 啊 不 不会的 您得救我呀 你看我是神仙吗 青苔失魂落魄的离开药铺 姑娘 啊 鬼 斩草药药除根 他虽然帮我们办了事 但也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所以 不能留 他一定得死 明白吗 斩草药除根 不能留 原来 那根本不是解药 他根本没想让我活着 亏得我还相信他 背叛了大少爷 大少爷临死 还要把钱分给我们 给我们安排后路 他真是蛇心肠 我活不成了 你也别想安生 我做鬼也不放过他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谁在半途寒 回老爷 好像是大少爷身边的半毒 不会是 叫他进来 小人干死 大少爷对小人恩仇如山 可小人不是 小人不是东西 怎么回事 夫人生下二少爷以后 就处心积虑地对待大少爷 见大少爷勤奚苦毒 且聪慧 背书快 先生也喜欢 夫人就给了小人一种药 叫小人夹在大少爷的笔墨中 墨在大少爷的书册上 夫人说 这毒不会要大少爷的命 小人真的不知道 这药会将大少爷退缺了呀 小人如今时日无朵 人知将死 其言言善 小人真的知错了 小人罪该万死 小人死不足心 但小人不想大少爷死得不明不白 还有 当年大小姐忽然发泡 脸上冒结子 性情大变 说话酣吃 也是因为夫人给大小姐服用了一种 加置换草药的糖 大小姐原本漂亮 温柔 贤疏之理 突然变成那样 就是因为那糖呀 白姨娘当年生下死胎 陆姨娘的女儿口之结巴 都是 都是夫人一手操纵 刘氏 害我子女 我大儿聪慧 被她喊学 我长女貌美乖巧 被她喊成仇女恶女 你加害我大儿 是被辱之罪 是 小人之罪 拖 拖出去重打 不 先等等 管紧柴房 这毒妇 我叫她尝尝我今日之痛 我如何甘心 都是那两个狐狸精 把老爷的魂都勾走了 夫人 老爷来了 快看看 我的妆容如何 发级疏得整齐吗 刘氏的大侄儿 在采施厂夫苦役 腿被滚下来的大石头砸断了 真断了 刘氏的轻植被她害惨了 这下刘氏该有切肤之痛了 哦 还不止这个 温尚书以刘氏病倒为由 让陆姨娘接管温家后院一切事宜 这是夺权了 刘氏最在意的 恐怕就是这个吧 把人最在意的夺走 温尚书好样的 不止呢 更惨 还有更惨的 他把刘氏修了 嗯 那不能 还得为刘氏的儿女考虑呢 刘氏小惨了 快三个月了 刘氏自己也不知道 温静气急 打了他 没想到见了猴 等请大夫赶过去 已经晚了 孩子没了 刘氏哭得四星裂飞 痛不欲生 行了 小来爹快来看大哥了 我也该回了 我们是去拜访温公子 又不是拜访温锦 你怕什么 谁说我怕 你要是不怕 每当提起他 你脸这么红 他调侃我 让我被兄弟们笑话 我也没怎么样不事 你是不是怕遇见他 没那么巧 去把半夏和冯春叫回来 温圣君病的究竟有多种 他打算一辈子 不回怀文府了吗 本王还没休息呢 让他搬到这院住 即便要去见他大哥 也就一道门的事 回王爷 王妃回府了 但海灵王和沈世子在隔壁 他们在隔壁干什么 温大公子在重文院读书的时候 就与海灵王和沈世子认识 后来他腿不能动了 才把自己锁闭院中 不再跟人来往 他们是来探望温大公子的 探望温圣君 不见他吧 温锦可曾遇上他们 应当是 错过了 错过 这词能用在这儿吗 回府 王爷不是说 要在这儿小住 回府 这就回府 来人 叫温锦来见我 可一人 审出来了 你离海灵王远点 他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哦 哦 你有什么 你跟他还有联系 温锦 我可警告你 你现在是怀王妃 注意自己的身份 本王可不想再被戳几两股 你顶着怀王妃的头衔 别跟其他男人偶断 撕连眉来眼去 知道了 当年 萧锦楼救你 不过是顺手为之 倘若当初掉水里的是别人 他也一样 会顺手捞上来 倘若当时 经过的是本王 本王也不会见死不救 也会捞你上来 明白了吗 你不相信本王 实话告诉你 内夜的黑衣人 以及金马一世 都同萧锦楼关系密切 你关于伪装 什么世人楷模 道德标杆 真是笑 王爷还有事吗 没事我走了 问世间 穿过多少流年 才会有一次擦肩 明晴水月 不提树下有钱 愿可绝之间 得叫小柴子 省是大手笔啊 那不是宣王府世子 沈淮 还有海灵王 萧锦楼吗 哎 君儿快不行了 还能让这两位 前来探望他 大儿子 这么有面子的吗 回去 给我取三百两 不 取八百两银票来 沈淮和萧锦楼 离开之后 温静才上前去见儿子 我儿啊 苦了我君儿了 我以前不知道 刘氏做的那些事 叫你受苦了 你可愿跟我回家去啊 温盛君心里泛冷 这是看他好起来了 又见与他来往之人 有势力 觉得他有价值了 才想让他回家去吧 不必了 你恨家里 恨为父 为父都能理解 真是苦了你了 怨子虽大 却没有伺候之人 我回去就派人来 不必 你不放心家里的仆役 为父也能明白 这里是八百两 你拿着花用啊 拿走你的臭钱 我说今日快死了 你会来看我吗 会给我留下钱吗 不过是看我还有利用价值 你母亲去得早 那会儿正是为父 在仕途上的关键时期 忽略了你兄妹俩 如果为父 还能有向你们补偿的机会 不需要 小时候想要却得不到的 现在已经不稀罕了 守着刘氏的儿女 过日子去吧 长板 送客 好 光雨如所一所才去 一所痴 青丝白战 思思缠乱又不止 只一段金雄文诗 冰恋力双支 难寄托 成相思 请怀王妃代为转交君儿 你们兄妹关系好 王妃帮我劝劝他 他是我儿子 打断了骨头 还连着筋呢 好 我一定转交大哥 就这些吗 以后还给吗 咋 八百两 他先少 府上开销也不少 等 等宽裕了 我自然会再去看他 哥哥那个憨子 竟然给钱都不要 真是个大怨主 你收了他的钱 大哥先别生气 之前收了也能退回去 但我要问你两个问题 你怎么能拿他的钱 你怎么能对他低头 他以前是怎么对我们的 你都忘了 第一个问题 你能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吗 倘若他出了事 你能让自己不受牵连吗 这不是我说了算的 当今圣上众师孝道 我自然 第二 如果他将来老了 病了 你能做到袖手旁观 且心安理得吗 我 大哥秉性善良 他不仁 你却不会不义 是啊 所以 挟制大哥的 并非是他的钱 而是大哥你对自己 有道德要求 是大哥的人品 至于钱 这钱是父亲为了自己 老了有人养 所做的投资 用这笔钱 对自己的人生投资 结交朋友 办事学习 为仕途打点铺路 为何父亲以前 对我们视而不见 如今却主动送钱呢 是他良心发现了 你说的对 反正我以后也要给他养老 他给的投资 我理应收下 先前是我迂腐了 臭妹妹乱嚷 还望妹妹原谅 也不是迂腐 大哥是赤子之心 更看重亲情 没有对错 视角不同罢了 我想去崇文院读书 那当然 崇文院是大梁最高学府 您是大如云集 哥哥想走仕途 这里是最近的路 明日吧 我明日正好有空 我送大哥去崇文院 不 不用了 还 还是 在等等 大哥在害怕吗 我 我只是 没准备好 大哥在怕什么 可以说来听听吗 你说的对 我怕人瞧 怕人盯着我的腿看 怕人议论 说我是个废物 谢谢你 锦儿 快看 是大如 齐先生的车架 快去拜一拜 齐先生 听说 齐先生这次入京 是要收关门弟子 若能拜入 齐先生门下 你在做白日梦哦 齐先生收弟子的门槛 我等望尘莫及 哥 这位齐先生很厉害吗 齐修齐先生 传说 失成鬼谷一盘 鬼谷鬼秘 社会纵合 自然地理 宇宙天地玄妙 自古弟子 门人无数 翻云覆雨 惊失骇俗 彭若能拜入 齐先生门下 对大哥是不是 带有疲异 那是当然 但是 快来听听 这残废说的是什么话 就他还想拜入 齐先生的门下 这残废 若能拜齐先生为师 那我们个个都能了 别笑了 人家是身残至尖 腿不能动 梦还是要做的 恐怕也只剩做梦了 崇文院是最高学府 就这种素质 真是有辱斯文 你们的先生 不嫌你们丢人吗 说什么呢 小子 看你毛都没长齐 敢这么跟我们说话 算了 阿贱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知道怕了 想走 跪下磕个想头 说三遍爷爷 我错了 就让你们走 知道错了 还不让开 我说你叫爷爷 孙二官 爷爷改日 给你买糖吃 嘿 干占你爷爷的便宜 给我打 沈明 住手 哥 是他们先骂我的 你是我哥 他骂我是孙子 你看他连你都骂了 家地顽劣 冒犯了 回去一定好好管家 哥 你干嘛给他道歉 是他骂我的 你怎么这么怂了 给我闭嘴 我说今早 怎么有喜鹊在枝头叫 原来是给我报喜呢 弟妹 我们又见面了 女 女子 弟妹 是他们几个欺负你了吗 你告诉本王 本王帮你出戏 王爷明鉴 是他欺负人呐 这摊子口出狂言 说要败入齐先生门下 这女子 不计口德 还要当我爷爷 一位举世闻名的将军说过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兵 齐先生是名士大儒 所以仰慕齐先生的人 都应当想败入齐门下 才是真的仰慕 你却以外表论人 你不能败入齐先生门下 也很正常 什么叫我不能败入 也很正常 你什么意思你 看不起人是吧 哼 果然是小孩子 一点就诈 你们想也是白想 他要是能败齐先生为师 我 我 你怎么样 你刚才要我们跪下认错是吗 不如我哥拜师成功 你就跪下认错 如何 好啊 一言为定 谁输了 谁就跪下认错 阿箭 海灵王 沈世子 还有诸位 都请做个见证 有魄力 有胆气 真是金国不让须眉 同一回听说 鲁莽愚蠢也叫魄力 西弟 你眼光越来越不行啊 你怎么在这儿 送大哥来拜师念书 王爷怎么也在这儿 金武卫受命护送齐先生 他如今是金武卫总指挥使 负责皇城安全 可见皇帝极其相信他这个儿子 竟把负责皇城安全的兵马交给他 你护送齐先生吗 别看我 我是不可能给你引荐的 想都别想 对 你若是走八地的捷径 就算作弊 这赌约有意思 本宫给你加注 倘若你们赢了 本宫赏你 一万两如何 倘若你们输了 本宫也不要你的钱 只要你这哥哥 我哥不行 没信心了 不狂妄了 那跪下认错吧 我哥是人 不是物件 公主这条件我没有答应 何来认错之说 你哥不行 你怎么知道他不行 真的不行了吗 我行 我答应公主 阿姐都加注了 那我也凑个热闹吧 八地不介意吧 我也加注一万两 给弟妹添个彩头 弟妹若是输了 下个月端午节 弟妹登台献议 表演个节目就是 这话说的 好像很大方式的 实际 却是为了让萧玉成没脸 海灵王爷 过分了 他了解他表哥 他觉得表哥下一刻 就要把拳头 挥在萧景楼脸上 那不行 要是这样 八地肯定会偷偷帮他们 除非八地也来打这个赌 如果我输了 我就自请下逃 他输什么 自请什么 好 完美 弟妹真是勇猛 两全其美啊 他要是输了 八地先休了他 他在登台表演 就跟八地无关 八地一直不喜欢 这个弟妹 碍于父皇之命 才不得不取进门 如今弟妹肯亲自请下堂 八地求之不得吧 求之不得 本王当然求之不得 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用婚事做赌约 你想自省下堂 好投奔海灵王的怀抱 你跟萧景楼勾搭在一起了 你实话告诉本王 玉儿是不是他的孩子 我不想输 所以我来请王爷帮忙了 做梦 别想 你拿婚约当赌注室 就已经没把本王放在眼里了 如果王爷想以别的方式休息 还请你这次帮我 你有信心赢 有谁打赌是为了输 四万两白赢呢 王爷不知道我很缺钱吗 我不能帮你引荐齐先生 别的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王爷书房如此之大 可收录有齐先生的语录 书信等物 临时抱佛脚 你觉得有用 有没有用 总要试了才知道 这些书都是齐先生的言谈语录 以及可以公开的书信 我记得大哥可以一目十行 这些天把这些书看完吧 看完齐先生的书 就算拜师了 当然不是 但从他的言谈文字上 可以更清晰的了解这个人 以便接下来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更为顺畅容易 见面的事我来操心 大哥专心读书 大哥读书的时候 留意他在京都有什么顾交致影 对啊 直接找齐先生不行 可以从他的朋友入手啊 大哥忙吧 我先睡了 供货商 我可以介绍给王妃 只是 王妃的成药 给宫里的药 我不敢给你 不过我还有别的好东西 那我得先试试 等试好了 我们签好了契约 我就把供货商 介绍给王妃认识 说句不敬的话 您真不像魏王妃 凤公子也不像老宝 主子 不是 我得回去告诉纪将军 他做药影子 别喝碗里的药犯冲了 本王真是傻 竟然把他想的那么善良 他就是个毒妇恶妇 不守妇道 大婚之前已经失身 却赖在本王头上 玉儿为什么不是本王的孩子 他爹究竟是谁 这毒妇不肯说 是为了护着那奸夫吗 我娘才不是毒妇 不是恶妇 不许你诋毁我娘 你是坏王爷 你是坏蛋 不许你欺负我娘 我恨你 我讨厌你 玉儿 再也不要住在这里了 原来他才是欺负我娘的大坏蛋 亏我还把他当师父 当恩人 等阿娘回来 我就和阿娘搬出王府 我讨厌你 阿娘 怎么了,哪里受伤了 嗯,我们不住王府了,跟大伯住新宅吧 怎么突然不想住王府了,出什么事了 没有,我就是想大伯了 我去同王爷商量 安出去住,绝对不可能,除非本王死了 行吧,我也就是一问,王爷不同意就算了 对不起啊,阿娘没能让王爷答应我们搬出去 嗯,没事 虽然不能搬走,但以后阿娘每日都会带着你 不管阿娘去哪儿,都不会再把你丢下了,好吗 真的吗,阿娘去哪儿都带着月儿 嗯,真的,阿娘保证 这 这位王妃还真是不按常理猪牌 谁会把孩子带到这地方呢 这位是小世子 同怀王爷可真相 王爷藏得真紧,都没听说过 我才不是他儿子 这是我侄儿 今日来这位药商,他可不仅仅是药商 知道药王谷吗 四国君王更替 药王谷却长盛不衰,仍一世独立 没有被任何一国吞并 这么厉害 这就相当于并存于四国的第五国了 更厉害 我早就觉得,凤公子不会只是秦怀楼的老板 你果然有势力 他就在里头,王妃亲自跟他谈吧 我不便多说,孩子留在外头吧 我替你看着 我跟凤哥哥玩,姑母去忙吧 那就麻烦凤公子照看 季芳,月儿今日到书房来了吗 小公子不在府上 王妃带他去哪儿了 归之不 别人说你不知道 京无谓眼线,遍布京都 你若不知就是失职 据报,王妃带着小公子 去了秦怀楼 你说什么 秦怀楼 温锦疯了吗 竟如此年轻 婉辈看不出您的年纪 鹤发童颜 您是位老神仙吧 哈哈 多年不出山 不知外头人才辈出 现在的神医 竟是这么年轻的女娃子 我乃要王谷谷主 我这辈子没什么爱好 唯独对药材痴迷 我看出你这药里头 有一味配药 是千载难逢,万里无一的圣山雪莲 不瞒前辈 我第一次听说圣山雪莲 不可能 我不会认错 这里头的确有圣山雪莲 这里面我确实加了莲花花瓣 但用的是我自己种的莲花 不是什么稀有的圣山雪莲 我这就听说圣山雪莲 不会偶尝 就会表达了 你什么愿意 这里面我正面 还有请 我抽屈 这根本是 你赚 哎 乖孙女 是我药王谷 直戏之人的腰牌 带此腰牌 即刻证明你是药王谷的人 按凡你见到有此图腾的铺子 那就是咱自己的铺子 你进去 即刻号令他们做事 不知王爷大家光临 有事远迎 奴家失礼 温锦娜 王妃她 刚出门 放屁 她出门会把温宇独自丢在这 温宇 过来 你何必吓唬一个孩子 王妃既然把孩子留在这 就是信得过奴家 放狗屁 乖蛋 昨日你骂我姑母 今日你又打帮助姑母的哥哥 你是坏人 就是你一直欺负姑母 我坏你 等我长大 我 我 虎毒尚且不识子 你怎比老虎还狠 你说什么 把话说清楚 他才不是我爹 我也不是他儿子 他都滴血咽过了 他根本就不想认我 还把碗里抹了药 不认就不认 我没有爹 我也不喜欢爹 我有姑母就够了 滴血认亲不靠谱啊 王爷 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 我公子的眉眼 鼻梁和脸型 跟您多讲 这还用说吗 奴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是疯了 我是你姐 你也总是你 你散说一遍 放 放开 你孩子究竟是谁 让你跟长姐动手 他是怀王府世子 是我儿子 你动我儿子 我自然要动你 放 放手 你这个 疯子 我死了 你也 活不着 王爷 快放手 你打育儿一耳光 要怎么算 你强也强了 打也打了 你打怀王府世子耳光的仗 得另算 月儿过来 他怎么打你的 给我打回来 怎么 不敢 我萧玉辰的儿子 是个孬种吗 不是 我敢 你 你们欺人太甚 你给本宫当战 还疼吗 有爹子 不会让任何人 欺如育儿 背负我这一生的流光 不乱不晃 不悲不伤 竟然红黄 没有你的目光 只剩下空荡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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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的阳光 红旗只留下人啊 父皇的建议也不错 鱼儿一个人太孤单了 也该有个弟弟妹妹 生呗 生了领过来记在我名下 身为主母 这点气量我还是有的 光天患事 就是在大街上 王爷一点都不在乎名声吗 本王六年前就没有名声了 娶了温家大小姐 本王就自暴自弃了 你不知道吗 你是何花香吗 是怀王妃的车架吗 你是何人 婢子海陵王府的丫鬟 这是我家王妃给怀王妃下的帖子 因王妃不在府上 所以找来回春堂 王妃想跟我上孩子 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你的白月光知道你疫情别恋了吗 什么白月光 比喻懂不懂 月光皎洁美好 却渴望而不可得 就好比 看得见心上人 却奈何他成了嫂子 你胡说什么 需要坏他人名声 你们能做 旁人连说都不能说 真是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你吃醋了 别不承认了 你说我喜欢他 其实是吃醋了吧 只有吃醋的女人 才会在意这个 你如今假装不喜欢我 是欲行故踪吗 我承认我被你吸引了 手段很成功 不行 小孩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可是皇长孙 你见了我 得跪下行李 知道吗 不知道 你看什么呢 我跟你说话呢 你得说 诺 我又不是你下属 我不说 我是皇长孙 我爹是太子 你 你爹 你娘 以后都得靠着我爹和我 才能享荣华富贵 哦 那等你坐上了皇位 我们自然就跪了 小云杰拽下身上的玉佩 往草丛里一扔 弟弟 你怎么抢我的玉佩 那可是皇祖父赏我的 快给我捡回来 不跪是吗 我偏要你现在就跪 皇长孙玉佩丢了吗 奴才们来找 都不许过来 我教训弟弟呢 无聊 你自己玩吧 你站住 你敢对我不敬 信不信我到皇祖父面前告你 我没张嘴吗 你去告啊 果然是野种 没教养 有爹生没娘叫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没教养 让你骂人 让你骂 我爹说了 有些人不能跟他讲道理 打就完了 整机型了吗 还敢骂人吗 求皇祖父为我做主 怎么了这是 弟弟背不出诗文 也不肯听我教 跟我顶嘴 把我的玉佩扔进草丛里 我让他找 他就 他就扑上来打孙儿 啊 你怎么说谎 你骂我我才打你的 怎么回事 你说 起初是两位小皇孙站在那玩 说了什么 奴才们不知道 紧跟着就看见怀王府世子 一头将皇长孙撞倒 殴打皇长孙 你也说谎 你们明明听见了 他骂我还骂我娘 弟弟这样不好 虽是世子 还是要守规矩的 兄长劝你 也是为你好 女儿 哼 我明白了 你是弃我不肯跪你 你说的没错 我一家是要靠太子 靠你才能继续享荣华富贵 但今日你还不是皇帝 你不要着急 等你坐在皇爷爷的位置上 我爹 我娘和我 必然要跪你 哼 朕倒是不知 太子是这么教养儿子的 是从梧桐院出来的 我看那儿有草药 随便采了些 梧桐院里的女人不在吗 她让你动她的东西 你恐怕不知 那女人狠毒又狡诈 惯会用心计 你可得小心着她 竟然这么耍钱 她呀 做派很不端正 大婚之前就跟男人私相授受 听说她大婚之日已经不真了 她还带了个孩子 说是孩子的姑母 哼 她被关了六年 哪有什么侄儿会被送来叫她养着 分明是她的私生子 我的脚好痛 好像是扭了 不让我背 那抱着如何 不要 快放我下来 确定能走吗 那我放下了 不 人家好疼 走不了的 你把我送到这条路尽头 离我住的地方就很近了 到那儿你再放下我 作妃 您怎么绕到这条路上了 叫婢子们好找 迷路了 宋世宇随口说着 阔步朝廷兰院走去 她的脚好好的 哪有晚上的迹象 干什么去 连个招呼都不打 去传令各处掌柜 不准卖任何药材给送家 小月呀 咱们重要制药 是要看病救人 救死服伤的 你不能乘一时之气 利用出身之便 公报私仇啊 宋家那个长女 对阿姐不敬 不但称呼阿姐为那个女人 还诋毁阿姐的名声 说阿姐做派不正心思歹毒 听得我生气 她还 她还勾引我 有这事 她还敢诋毁我宋家的孙女 岂有此理 去通知掌柜的 跟咱们药王谷 有合作的药铺 医馆 通通不许给宋家人看病 否则永不合作 药王谷的药 这种人不配用 还不知道吗 怀王亲自说那是小世子 还为了那孩子 打了懒月公主 大闹了动工 这会儿 那孩子在皇上身边养着呢 皇上有那么多孙子 谁被皇上亲自抚养过 不是说你在怀王府很得宠吗 连这些消息都不知道 王爷是 是有朝堂上的考量 才 才故意承认的 不就是买药的事吗 我去同王爷说 温锦才开了个药铺 他同药商有勾结 否则 药商怎么会听他的话 放肆 王妃的名毁是你叫的吗 你在怀王府就是这么做侧妃的 你爹娘教导 你都悬到狗肚子里去了 难怪你得罪了人都不自知 蠢财 小姐 小姐等等婢子 走 快走 来来来 下雨天和打牌最配了 我把半夏和冯春叫进来 叫他俩陪你玩 三个人刚好斗地主 斗地主又是什么 地主怎么拉 为什么要斗他 地主多拿了三张牌 所以要斗他 下这么大的雨 他跪外头干什么 婢子看 他就是故意的 没下雨的时候 他没来跪着 刚下雨他就来了 分明是苦肉计 他跪外头总要有个理由吧 我一不管府上钱财 二不管府上人口 他跪我干什么 婢子不知 婢子去问了 可他不肯说 一定要王妃见他 当面向王妃磕头认错 他的苦肉计 难道是给你们看的吗 分明是给王爷看的 双妃 王炸 哈哈 来来来 给钱给钱 已经把送策妃送回去了 府衣也过去看过了 说是跪久了 又淋了雨 气血不畅 导致的昏厥 你去廷兰院外头等着 宋侧妃醒了 就问问他 到底求什么 问明白了 来回本王 王爷不去看看吗 本王最讨厌什么 你不知道 卑职明白了 王爷怎么没来 王爷没说 卑职不知 宋侧妃究竟求什么 卑职好去回王爷 切身想求见王爷 还请寄宿未传话 宋侧妃倘若无事 就好好休息 王爷若想见您 必然回来 归职告退 等等 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姐姐 姐姐进教京都 所有的药铺 都不准卖药 给我宋家 就连宋家 至亲的亲戚 都受了殃疾 我祖母日常服用的 义气碗 神木门的药都断了 一时间 也找不到 别的药铺能买 若是姐姐心里有气 冲我来就是了 何必折腾我家中亲战 宋侧妃好生休息 卑职这就回禀王爷 去找圣老爷子 还是去问圣天院 王爷有话 不妨直说 下令药铺 不得卖药给宋家 是圣家的意思 是我的意思 为何 看他不顺眼 这个理由够吗 因为 温锦 你不说清楚 我只能这么惨 毕竟 你和宋家素不相识 素不相识 就不能生厌了 王爷怎么不问 宋侧妃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他勾引我 假装崴脚 倒在我怀里 叫我抱他回去 抱着我的脖子 还想亲我 只要那位宋侧妃不来折腾 我不会在王妃面前乱说 多谢 我又不是位王爷 是不想打扰阿姐清静 本王见你同王妃关系交好 王妃对老奴一家有大恩大德 本王任命你为内院管事 你传本王口谕 宋侧妃行为不端 祸乱王府 其罪当诸 念其初犯 主动认罪 将其贬为贱切 命其一日之内 搬出听兰院 至于搬到哪个院子 你安排吧 能办好吗 王爷放心 老奴绝不叫王爷失望 你们干什么 这是听兰院 宋侧妃病了 来的就是听兰院 传王爷口谕 宋侧妃从即日起 便为贱切 现一日内搬出听兰院 不得有误 你胡说 我不信 我不信王爷会这么对我 信不信是你的事 老奴只管执行主子命令 不 我要见王爷 让我见王爷 宋侧妃 啊呸 宋姨娘是自己办 还是让老奴们帮着搬呢 老姐妹们 丫鬟们手脚不麻利 撸起袖子帮他们干 恭喜王妃 贺喜王妃 恭请王妃入住听兰院 嗯 嗯 什么喜事 王妃还不知道吗 宋侧妃被贱为贱气 从听兰院里被赶出来了 王爷叫奴才们 请王妃搬进听兰院 这掌家之权 也交给王妃了 托主子恩典 老奴也翻身了 日后就不用在后院拉干水了 老奴成内院管事了 老奴没干过这活 啥都不懂 但老奴听话 王妃叫老奴往东 老奴绝不往西 王妃叫老奴年狗 老奴绝不抓紧 歌曲长摩摩 谢王妃 听我告诉王爷 谢谢她好意 但我住习惯无同院了 不想搬 是 老奴明白 我原以为阿姐是不忠不强的性子 没想到阿姐是根本没放在眼里 一个住所而已 比得上我这里的花花草草吗 这可都是我的心血 盛天月眼底一亮 阿姐如此爱惜草药 把草药看得比荣华富贵 比享乐更重要 是她要亡谷的人 你若是心里有气 可以直接跟我说 王爷误会了 我只是舍不得这里的园子 你也知道 这里的一花一草 都是我和月儿亲手种的 这里承载着她从刚出生 一直到五岁的时光 你身为正妃 总不好身边一直没人伺候 这院子不够大 那么多伺候之人无处安放 王爷这是怎么了 六年我都过了 现在不能没人伺候了 你还是心里有气 这院子给你留着 任何人不得住 你随时想来就来 听兰院里一切家具摆设 全坏心的 你喜欢什么样就换成什么样 玉儿不是喜欢大金礼吗 听兰院有个饮活泉的观景池 给她捉几条大金礼放进去 观景池能种荷花吗 现在没中 你若喜欢 本王叫人移栽过去 不用 我自己来 你同意了 搬吧 这院子不许住人 也是我的 搬去听兰院 能把灵犬空间里的血帘 直接移栽在身边 这让温姐很满意 七夕 奇巧宴 每年七夕节 王后娘娘都会在行宫 举办奇巧宴 每年都举办 那看来不去也可以啊 我没兴趣 王爷替我回了吧 为什么不去 我说了呀 没兴趣 不想一雪前迟 前迟跟我有什么关系 真不能总活在过去啊 王爷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温景了 可以见玉儿 还能领着她玩上很久呢 七月公主 人没了 不 不会的 怀王妃也是个傻的 活人怎么能肚气给死人呢 别再折了自己的阳兽 快 快拉开怀王妃 心意本宫心领了 真是个傻的 许是卯足了力气 讨好庄贵妃呢 人都没了 装模作样有什么用 活了 新月公主活了 玉儿 玉儿 听得见母妃叫你吗 我听见了 他们都以为我死了 哎 贵妃 使不得 好孩子 今日若不是你 本宫就失去玉儿了 都是做母亲的 我只是不忍心 庄贵妃不必多想 这位小姐做错位置了吧 你家王妃是谁 这么大脸面 这样的宫宴都干来迟 来晚了就到别桌去坐 都等着她一个人 哼 当自己是谁 主子娘娘吗 我乃怀王妃 刚才有事耽搁 庄贵妃也是知道的 这位小姐还未嫁人吧 这桌上可都是王公之气 小姐坐在这儿 是要去谁家做妾吗 她就说她不坐这儿 表姐非要拉她来 还说什么 怀王妃不会来 现在可好 郑主来了 把她闹个没脸 怀王妃六年 都没参加过宴席了 我当世上 已经没这个人了 怎么 你被放出来了 三嫂的消息不灵通啊 是三哥没空告诉你吗 放肆 你自己走 还是我叫人把你请走 看小姐也不是不知里数的人 别弄得你脸上无光 我还在这儿坐着呢 我看谁能让我表妹脸上无光 表姐 你闭嘴 来人 这女子占了本王妃的位置 给我请走 是给你母妃的 既是爹爹给娘的 你怎么自己不进去啊 阿娘说人得有担当 爹爹是男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他现在生气吗 阿娘不生气啊 祝爹爹拿到成功 王爷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查到了一些事情 直到六年前 是我冤枉你了 还有大哥被陷害 我也查到是谁做的了 简儿 你信我这一次 那是什么 本王所有的库房都交给你 你以前不是想要庄子 铺面别怨 都在这里了 已经命户部更名过户 到你的名下 王爷这是怎么了 怎么忽然送我这些 和离费吗 文简 本王再说一遍 不会和你和离 除非本王死 更不可能休妻 你想都不要想 既然不和离 不休妻 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还不都一样 简儿 你 你的意思是 你 不会离开 你不再提和离了 王府住着也很舒服 还有帮手 亲信 我干嘛要走 好 那就好 本王以前 眼神不好 心眼蒙尘 日后 请夫人多多指教 陪赴我这一生的流光 不乱不晃 不陪不伤 竟然红黄 没有你的目光 只剩下空荡 静守我这一生的风霜 不争不强 不识不忘 静暮交扬 没有你的阳光 空气只留下热浪 偶不,偶不왓 空气 永远震 肯 肚 无